利用人体塑化技术制作的尸体展 今年5月21日起 一直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展出 人权人士称 其中的尸体有可能来自中国 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日做出裁决 下令展览必须在10月9号之前关闭 法官的裁定中写道 法庭一致认为 眼前看到的展览有损人的尊严 包括死者的尊严 抗议者对这一决定仍表示失望 认为展览应立即关闭 目前这一决定只比预定的结束日期提早12天 以色列议会议员迈克尔·本·阿里 也是抗议者之一 在以色列这个犹太人的国家 最高法院让我们失望 做出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决定 关闭展览的日期只比原定的提前几天 法官的裁定应该明确指出 这个展览令人憎恶 这些尸体应该安葬 买卖人体的肮脏交易必须停止 展览承办方是美国的第一展览公司 其在纽约的展览现场贴出免责声明 指出展览的尸体来自中国警方 有可能是从中国的监狱获得 犹太领导团体负责人费格林认为 展览的尸体有可能来自被谋杀的人 人体本来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 而在这个展览中被当作市场上的肉 不奇怪 这些人体是从共产中国弄来的 无神论国家 我相信里面就有人被杀害来做展览的 很有可能是这样 办展览的公司躲在中国共产党当局 发的许可证后面 说什么这些人捐献了自己的尸体 既可笑又讽刺 尸体如果不是自愿捐献的 则有可能来自监狱囚犯 包括良心犯 以色列律师大卫·勋伯格 在给本台的邮件中表示 我本人当然希望展览立即关闭 但法院的裁定是一个重要胜利 三位法官的裁定中写道 我们下令 展览必须在2012年10月9日之前关闭 不得延长 希望各部门包括海关采取相应措施 使同样情况不再发生 该展览负责公关的米兹拉奇表示 法院允许展览开到10月9日 说明言论自由在以色列受到保护 抗议者希望法庭的裁决成为参考 使类似的展览不能在以色列举办 也希望其他国家停止办这样的实体展 新唐人以色列记者站报道 赞批市参考